打开首页的十足文件 index-wxml 去掉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再添加一个环灯片 我可以先用一下小程序的swiper这个组件 上面加上一个section类 再把它的indicator dots 这个属性的值设置成true 在环灯片上显示那个导航点 它里面我可以包装一组环灯片的项目 每一个环灯片项目都在一个swiper item组件里面 这里我可以使用一个循环 先添加一个block 它不是一个组件 这个循环的时候不会包含这个block本身 上面加上一个wx4 去给它一组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页面上的slides 再用一个wxk去设置一下k的名字 如果列表里面的数据是动态的 这个wxk的值会比较关键一些 如果列表的内容不会变 可以先不用管这个wxk 它的值应该是这个循环的列表里面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值在这个列表里面必须是唯一的 这里我们可以让slides里面的id属性去作为这个wxk的值 循环的每一个项目是一个swiper item 在这个组件里面包装的就是每一个环灯片上面的具体的内容 我们可以先用一个image这个组件 src是这个图像的地址 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item下面的image 每一次循环的时候这个项目的名字默认就是item 再加上一个mode设置一下图像的模式 把它设置成aspect field 图像的下面是一些文字内容 先用一个view上面加上一个content的类 在里面我们再包装一个view上面加上一个subheader 里面绑定一个item下面的subheader一个子标题 然后再去添加一个view上面加上一个header 绑定的数据就是我们的代表题item的header 接着呢是环灯片上面要显示的描述文字 在这个容器上面加上一个description 显示的数据就是item下面的description 然后是一组按钮 先用一个view上面加上一个action 里面包装一个button组件 这个组件上面我们再加上一个button这个类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预约试价 再添加一个button 在这个button上面除了这个button类以外 我们再加上一个额外的primary 表示这是一个主要的按钮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了解更多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预约试价